前几天,C罗正式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到尤文图斯,这名金球奖先生魅力无限,根据多个社交媒体的统计,许多球迷已经跟随他离去,成为一假巨人的粉丝。 昨天,另外一名葡萄牙人纳尼也正式宣布,以自由身身份回归里斯本竞技现葡萄牙体育,曼联的两代葡萄牙飞翼,在短短的几天里,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球队,让曼联的球迷不禁怀念他们的往事。 两年前的欧洲杯,纳尼的表现相当出色,在C罗没有进球的时候,能够帮助球队得分,最终让葡萄牙问鼎欧洲杯冠军。 但纳尼落选了本进世界杯,而取代他17号的格德斯,显然没有两年前纳尼的风采。 让人觉得,如果纳尼仍在葡萄牙或许能够更进一步,纳尼和C罗初期的轨迹有点相似,20岁的时候,同样以高架来到曼联,C罗离队后,大家希望纳尼能成为下一个C罗,但是结果并不理想。 在曼联的八个赛季中,他为球队一共打进了40球,离开曼联之后,纳尼首先回到里斯本竞技,然后辗转于费内巴切,瓦伦西亚以及拉奇奥,目前最终还是选择叶洛归根,第三度重回母队。 虽然在曼联有纳不传的外号,但是他在曼联的73次助攻表明,这个称呼有点不服,不过由于纳尼的表现不太稳定,有时十分出色,有时十分糟糕,使得球队最终不得不放弃他,但在欧冠,曼联面对黄马时获得的红牌,一,只让球迷觉得遗憾。 5年前,欧冠16强曼联主场迎战黄马,在总比分2比1领先的情况下,纳尼由于停球不慎,抬脚过高,被当职主裁判卡基尔直接出示红牌,随后曼联被莫德里奇和C罗攻入两球,黄马逆转晋级,这也是福格森认下最后一次欧冠在世,也让绝爷的欧冠梦破碎,值得一提的是,这名土耳其主裁判, 刚刚执法世界杯半决赛,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,多个争议判罚,使得英格兰球迷产生不满,特别是佩里希奇颁平比分的进球,正式在沃克头顶把皮球送入网窝,而主裁卡基尔认为进球有效, 纳尼回到里斯本竞技之后,他表示回家的感觉相当好,可以跟家人和朋友更加亲近,而俱乐部主席则认为,球队曾经涌现类似斐哥,C罗,纳尼这样优秀的球员,如今纳尼选择回家,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 上周,曼联老队长鲁尼也离开英超,前往美国大联盟效力,C罗和纳尼都找到自己的新的归宿,我们祝愿这几名昔日曼联的战将,能够有更加美好的未来,作者系曼联,二十多年忠实粉丝,乐意和球迷一起分享对球队的热爱,欢迎点赞转发,欢迎关注嗨皮曼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